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要把它變自動化該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另存一下 那因為它下載的是CSV檔 那CSV檔跟Excel其實不相容 可以特別注意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直接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Excel的存檔類型本來是CSV 那CSV跟Excel的活業部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就是說CSV的話只能存一個工作表 如果你假設有多個工作表 如果你用CSV存 發現奇怪 怎麼只剩一個工作表 很正常 因為CSV只能存一個工作表 所以建議啦 它上方會先顯示說 它建議你怎麼樣 它有一些資料會遺漏 所以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活業部 那另外當然你會發現 我在那個存檔類型的地方 除了Excel活業部之外 底下還有一個叫什麼 活業部有兩個 一個是Excel活業部 一個是Excel的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假設說 譬如說將來你在Excel裡面有寫VBA程式 或錄製聚集的話 建議一定要直接存這一個 如果你存錯檔案的話 那最後可能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寫的程式會全部不見 這個很重要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乾脆存這個好了 啟用聚集活業部 以後如果我說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的Excel裡面 是沒有寫任何程式 你可以存Excel活業部 比較陽春 但是如果你有寫程式 記得要選擇第二個 啟用聚集 我把它先存一下 這樣比較保險 然後直接存 我把它先存在桌面 比較好找 OK 儲存 好 那你會發現上方的 就是一個警告訊息就會不見了 第一個 我先把資料先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 我要怎麼樣開始撰寫程式 OK 那其實我們主要先寫 當然爬蟲比較困難一些些 所以我們就先不要寫爬蟲 我們先寫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有在這個欄位裡面 還記得吧 我們增加了三個欄位 為什麼需要三個 因為我們需要產生三個圖 那第一個圖是那個什麼 歷年期到折現圖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是 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在這裡 第一欄上方按右鍵 有沒有 插入一個欄 那欄位名稱的話叫什麼 叫做年嘛 然後這個年的話呢 我們其實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裡面的輸入公式 什麼公式呢 就是插入這個 這個什麼呢 我們插入一個文字類的公式 叫Lapt 然後再扯 然後再扯的話呢 抓這個發生日期的前三個字 所以輸入3 得到的當然是文字 其實我試過用文字 用數字這一題好像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轉不轉型 其實以這一題來看 影響不大 所以我暫時先不轉的話 向下填滿 好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話是用人工的方式做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將來 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做 因為每天我都要做這個動作 那變成我要插入一欄之後 再輸入欄位名稱 再輸入公式 有點麻煩耶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是 自動化 以後的話 我只要執行一段程式 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自動完成 OK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的話很好 因為畢竟有些事情不要反覆重複做 那可是要怎麼做出 剛剛講的這個結果 很簡單 你只要想到 要自動完成這件事 你可以在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一個叫陸制聚集 那陸制聚集 其實就是你剛剛想的 就是如果你將來 希望有一些事情 你不要重複做 你希望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讓它可以自動執行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怎麼樣 可以把它錄下來 那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你先彩排一下 所以剛剛你可以在這邊 先做這件事之後 記得喔 如果你要錄制聚集之前 當然你需要什麼 先把剛剛的這欄先刪掉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它重複做一遍 然後把它錄下來 所以錄制聚集其實是錄什麼 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剛剛其實有點像彩排 就是你先把動作彩排過之後 再把它錄下來 OK 那錄下來之後的話 它會產生一支程式 你就可以去執行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你剛剛做的動作 再重複完成一遍 試一下給各位看喔 所以喔 我先把這個刪掉 然後呢 我接下來就是開發人員 所以我剛剛已經彩排過了 所以剛剛動作應該還記得 一先在D欄插入一個空白欄 二的話呢 在D1的地方 輸入黏 第三在D2的地方 輸入公司向它填滿 好那這幾個動作OK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來錄制囉 那錄制的話呢 這可以注意喔 第一次使用這個錄制聚集喔 只要你不要做錯喔 做錯也沒關係啦 有點像錄影N區重來一下就好了 把它蓋過去重來一遍就OK了 好 那我們彩排過之後 那接下來開始 錄制聚集 那首先的話呢 它會跳出什麼呢 請問一下你要這個聚集的名稱叫什麼 我可以針對剛剛的動作 也許給它一個名稱比較好記吧 也許叫什麼 叫插入欄好了 插入黏 插入黏 因為我要插入一個黏好了 插入黏這一欄好了 或者黏 黏好了 插入黏 OK好了 就這樣不要簡單喔 好 中文名稱英文名稱都可以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給它一個名稱之後喔 接下來呢 如果你按下確定喔 你就開始把剛剛的動作做出來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動作 所對應的程式給錄制出來 OK我做一次按確定喔 然後再來的話 不能NG 一 游標放在D 所以在D上面點一下 二的話按滑手右鍵 插入一欄 OK 右鍵插入 然後三的話呢 就是在D1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黏 然後四的話呢 在D2的地方呢 再插入一個什麼 Labs函數 所以我把Labs函數再做一下 然後這個資料給它取三個字 按個確定 並且向下填滿 OK 好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不要再多做囉 OK 因為你多做它就都幫你把路徑程式了 所以喔 最後記得喔 填滿完之後 請你按一下上方的什麼 有沒有 你填滿完之後 停止錄制了 OK好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停止了 停止錄制 OK 好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試試看喔 你可以把這一欄先刪掉 那你說你剛剛做的事情有沒有成功喔 你就可以怎麼樣 在那個聚集裡面有沒有 剛剛錄制聚集的左邊這邊有個 聚集的一個清單 其中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叫插入年的 有沒有 那你可以按下執行 那當然如果按下執行 有發生你剛剛做的那些動作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有沒有看到 年出現了 那到底它這個怎麼做的啦 其實 當然還有一個狀況啊 就是你按下執行的時候 當然有可能你執行的結果不對 那表示你錄制是失敗的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再做一次 這邊把它刪掉 然後再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邊又出現了 那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在那個區這一欄喔 增加一個區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還有呢 我還有在h的地方 再增加一個路接道 其實喔 那其實喔 同樣的道理啦 你說那是不是可以再插入一個區 再插入路接道 其實是可以的喔 可是喔 有的時候呢 如果你看得懂 你錄下來程式你拿來修改喔 其實你可以省掉很多力氣 不需要做同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的動作請各位錄製試試看喔 這個喔 錄製劇喔 我剛剛其實主要是做幾個動作 一 按下錄製劇齊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輸入插入年 然後就開始做了喔 記得不要N區喔 N區的話 你可能就要重來了喔 剛剛如果你N區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什麼 比如說我在做 假設我剛剛做錯了 我再做一次 插入年 那你會發現喔 因為那個劇齊名稱已經存在了 所以他會問你一件事 欸 已經有相同的名稱喔 請問你是不是要取代 你就按4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剛剛做錯了 你就重新再做一遍喔 所以呢 如果按4之後的話 那就被蓋掉了 那1 那有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第一個動作要選舉D 所以如果已經選舉D 那表示這個就NG了 NG怎麼辦 就重來了 所以你重來可能停掉 那記得油標先不要放 不要先選 先選就錯啦 OK 所以先點旁邊一下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NG重來 所以NG 有時候其實還滿正常的 沒關係 你就是重新再錄製一遍 插入年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嘛 1 把它取代掉 1 先點選D 2 右鍵插入一個空白欄 3 點選上面的D2 輸入一個年 然後底下的話 就插入那個Lapt OK 剛剛做過了 所以最近使用過應該有Lapt Lapt 這個 輸入三個字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OK了 停止錄製 OK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如果假設你把它執行的話 應該結果應該會跟我一樣 這邊的話 執行一下 這邊又有了 OK 那試一下 第一個 所以錄製劇集的第一個 這個插入年的這個劇集 那當然你錄製完之後你想說 那老師這個詞 他到底為什麼可以把剛剛的動作呢 再跑過一遍 其實主要就是在你執行的下方 有一個叫編輯的 那你按下編輯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他會跳出這個叫Visual Basic 也就是說你剛剛做的動作 他會自己幫你把它轉換成 對應的程式嘛 然後呢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實際上 雖然他名稱叫劇集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一個Visual 就是Visual的程式 那差別只是說這個劇集 是Excel幫你產生的 而不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不會寫程式也沒關係啦 因為Excel裡面的錄製劇集 是會自動幫你寫出來的 但你想說老師 那是不是我以後就錄的就好了嗎 我就不用自己寫 但也可以 可是有的時候 有些程式不斷反覆重覆 或者說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比較客製化 那你勢必還是要看懂程式 自己改 可能會可以做出比較多的變化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喔 那到底這個劇集背後的程式 它的一個結構是長怎麼樣 那我有沒有辦法說 自己再去把它做一些調整修改 然後減少我寫程式 這件事情的這個 就是可以讓那個程式比較有效率的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插入年 那當然呢 插入年之外還有區 還有路接道 那同樣的步驟 其實你也可以插入區 插入路接道 自己把它錄一下好了 但是啦 如果你看得懂程式 後面那幾個其實是可以不需要重複做的 試一下喔